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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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出去一会儿吗 再说我不是回来了 那个摄影师也太跩了吧 居然走人 要是换作那个大牌样 等到天黑她都得等着 淼淼 因为你已经不是第一次迟到了 现在大家都对你有意见 谁啊 有什么意见为什么不当面告诉我 还跑到你那儿去告状 淼淼你知不知道 哪怕你只是迟到一秒钟 在场的人力物力就都在浪费 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行业 你就需要有一点职业操守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现在跟我也打几关枪来了 今天一切的损失你得负责 否则你记不住 什么 我会通知财务部的 现在果然不一样了 想当初是寒露扣你的钱 现在你反倒转过脸来扣我的钱了 你有本事你报复他去 在我身上是什么劲 我这是在报复谁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出去吗 理由不能改变结果 理由的确不能改变结果 可就算今天事先知道你会扣我钱 我也还是会出去的 冯哲被人欺负 我去帮他了 你要知道 在我心里冯哲是最重要的 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没办法跟他相比 你今天在这儿训我 我一点也不生气 因为我一点也不意外 在你为了刘泰明 为了这把椅子 抛弃沉默的时候 我就遇见到了 你还会抛弃更多的人 陆明是总监都没有管我 他只是个副总监 他有什么了不起啊 好吧 淼淼 周田大人你还不了解 对事不对人 他根本就不是他了 英子 我不想再去韩上上班了 再也不想看到周田 他已经不是我的好朋友了 好了 好了 没事啊 我再三跟你说 你是配合韩禄 制约韩禄 不是扳倒韩禄 和你一二再再而三的 做这些愚蠢的事 我到现在我才明白 TMG的命运既在韩禄身上 而跟你这个董事长无关 所有的事情 跟你这个董事长都无关 富人之见 口舌之力 这就是你的本事 对 我也就只有这点本事 山峰 我想要的 你都不能给我 对吗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就在里边 英子 了了 我爸 我爸妈来了 知识阿姨好 知识阿姨好 英子 说我电话没打通 我下午有事 明天有比赛呢 真 有事需要我帮忙呀 怎么样了 前天什么时候回来呀 妈 我电话没打通 一会儿再打 妈 我说什么呢 不来不来 你非要来 孩子都这么忙 你说咱们来听什么乱 妈 好了 好了 阿姨 没关系 电话打不通 我们一会儿再打嘛 你们二劳去过鸟巢没有 长城倒去过 鸟巢还真没去过 来 要不今天下午 我陪二劳去鸟巢转圈 不用不用 哪能麻烦你呢 让承诺带我们去就好了 叔叔 你看你见外了不是 大漠不是有比赛吗 我是自由人 这样吧 这几天我就散住给你们两位了 不过导游费嘛 你们二劳可得帮我三餐呀 瞧 英子的小嘴 多会说啊 心眼也好 那你们都同意了 我们去设计一下旅游路线怎么样 好 走啊 我们去玩鸟巢 好 我们去设计一下 来 电话真没打通 雨后的街 尸路的鞋 照片片里 跳出的影院 一定要短期 以此妥协 一种眉眼 伸出爱的错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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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马上到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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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了 拜拜 拜拜 玩得开心点啊 注意安全 怎么样了 甜甜还没接你电话呢 她很忙 应该没有空吧 这么说 你爸妈还不知道 你们俩已经闹矛盾了 她们晚点前就回去了 糊弄糊弄就过去了 告诉她们干嘛呀 哎 我可怜的沉默啊 其实吧 不是我要说甜甜坏话 她自从当上那个广告总监之后 那可不是一点半点的膨胀 她当成广告总监了 太了不起了 你都不知道吗 眼睛都快长到头顶上了 连我们这些所谓的朋友都看不顺眼了 淼淼 别说这话 不说了 今天衣服真不错啊 我要赶回上班去了 明天准备准备还得比赛呢 走了啊 拜拜 拜拜 陈墨 我看 你还是去接周田下班吧 其实甜甜最心软了 我想你去接她 她一定会高兴的 接着项链不错啊 不说了 拜拜 走了 上班去 走 周田 主编让我交给你的 主编明天用 主编明天用 wurde在转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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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不想试一试 你怎么知道我还在公司啊 我们 心有灵犀嘛 臭美 美 美丽的小姐啊 不知道今天晚上 愿不愿意赏光跟我一起共济晚餐 非常荣幸 走 怎么了 没事 走 没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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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iles 你来了 刚才一直在说你爸你妈的事 林子 你来说说 背 prospects 万 IQ 对 没事 没事 我刚刚已经送他们回去休息了 他们给你添麻烦了 没有 就是他们老两口简直是太有精神了 能蹦能跳 身体就像个年轻人似的 倒是我累得要死 真不好意思 章谋 你还真不用给他道歉 你看他一天到晚非要做宅女 又不锻炼身体 又不接触社会 自讨苦吃 你好意思老说我吗 好像自己高尚到哪去一样 陈墨 怎么样 你有没有季节天天下班 没有 哪有时间忙着上班呢 干得好兄弟 所谓男人啊 就算到了最后一刻 都不能低下自己高傲的头 你说没错 别一个儿光喝门酒 我们大家伙一块儿喝 来 干 来 干一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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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看起来好像很开心那样子 是吗 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有啊 有什么好消息吗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的主意 说说看 明天是周末 你要答应我 所有的事情要听我安排 你别喝了 你都喝多了 我没事 我没事 来来来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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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苗苗苗八宝中 我们该用 好了好了好了 你就别喝了 燕子 今天真对不起啊 没事 照顾 你跟风筝先回去吧 没事 那陈墨呢 只能我照顾他了 我先帮你把他扶出去 行 你别喝 你 我还没问你 你 你 你干什么我 丑茂 走咱们回转 我 我还有好多话还没跟你说的 丑茂 你干 我没错呀 你说 当寺中安静下来 我依然为你存在 城市像寂寞的海 冥冻着忧伤的节拍 轻轻地烂你入怀 师傅 连连 不是叫你出来见见我爸妈吗 比我那么困难呢 他们过来就走了 就想让他们看见真相 希望大家都不开心 田田 你变了 越来越冷淡又自私 你眼里没有别人 你也不关心其他人 你只会穿着电视上的时装 很久很久很久 很久わか pouring 很久很久很久 就給你了 可能ゲージ会有一分 不保底 你 comparing messaging 到最后 想起这几双人物 我只能给你一个心 在记忆最柔软的地方停留 怎么了 看什么怪怪的 没事 你还想再吃点什么吗 今天真是奇得怪了 在家我爸妈一个劲催我出来 是吗 那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接受我了 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 我脸上有你想要的答案吗 走 就这么走啊 对 走吧 这个小刘徽在田田干什么去 年轻人自有年轻人的方式吧 等田田回来 咱们得用咱们的教育方式 教育教育的 防患于为人啊 喂喂喂喂 我们为什么不坐车啊 我想走走 我不想哎 那好 打车 好啊 好啊 可是你有钱吗 你没有钱吗 没有 天哪 今天我出门的时候 我爸妈竟然不让我带钱 那就走吧 如果说董事会他真的要我离开的话 根本不可能会让上风这么轻易地来救我 所以 我认为 是另有其人 而这个人呢 就跟偷周田的日记 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就是为了要你这个位置 还有其他的目的吗 那你打算怎么办 那你打算怎么办 加快反收补步伐 争取不受限于董事会 我个人觉得 董事会没有干涉你的政策 你没必要跟咱们争什么输赢 能力的大小 关键要看 他的老板是谁 这就是我要争取输赢的原因 可惜啊 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又不要花你的钱 我当初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周田 我是希望周田 能够透露给刘太宁知道我的计划 让刘太民心乱了阵脚 我就可以从中找取机会 看来周田 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我觉得有的时候 不用计谋 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你说呢 别二十四小时都在运筹帷幄了 走吧 我带你出去搜索 走 走了 我找你 我带你出去 讨厌 我带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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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有点 人家估计 这个东西 我带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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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我带你去哪儿 老板 这么贵啊 这还贵啊 不好意思老板 我没带钱 这又没带钱呢 您吃好了啊 您慢走慢走慢走 您慢走啊 来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你这样不对 这样 这样洗能洗干净吗 没事 照你那样天黑都洗不完 你是每天都这么开心吗 我有活干 有地方吃 有地方住 以后还可能交到女朋友 最重要的我在北京 你说我能不开心吗 是该开心 你也别叹气了 不就洗两个碗吗 等你洗完了 你还能跟你男朋友 想干嘛干嘛去 你知道吗 我们这儿以前的洗碗工 一天到晚不坑事 谁跟他说话他都不打理 你猜后来怎么了 怎么了 来了俩警察把他带走了 为什么呀 他在家犯了事 是躲到北京来的 所以我说 只要是没做过亏心事的人 谁都不乐呵人 你在这儿干嘛 赶紧出去招呼客人去 好好好 闻到人间烟火的味道了吧 刚才店里的小伙计说了 每天呀 要是不闻到这个味 就睡得不踏实 为什么 因为他说 假如哪天 他手上没有这个味了 就表示 他没有工作了 我觉得我应该去跟冯哲聊聊 让他写一本书 叫做真正的快乐生活 你知道他为什么快乐吗 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做我亏心事吗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不带钱出门 我爸妈安排的吧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即使我们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这一天 我们依然可以过得很快乐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要拿立姿的回口 只不过跟你们说一下而已 你们就弄得如灵大敌似的 天天 这种事情你以后会经常遇到 如果现在不制止 恐怕以后会成为习惯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借我那么一丢丢钱 我就折腰了 做出你这句话 我还真要干点亏心事 好了 刘泰明主编大人 那你 这个身无氛围的人 怎么带我度过这个周末呢 来 没事吧 哥们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想死啊 想死找汽车去 自行车死不了人 我 哥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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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死 我 你干嘛 我只是想借用一下你的自行车 好吗 门都没有 你让我过去 你听我说 干什么 听我说 听我说 行行行 用吧用吧 连花都给你了 谢谢 没事 用吧用吧 太明儿 你刚才跟那个人说什么了 他怎么连车带话都给你了 我跟他说 你答应嫁给我的条件就是 可以免费地坐一圈自行车 太明儿 你停车 你不要再开这样的玩笑了好不好 你不要再开这样的玩笑了 甜甜 我没有开玩笑 我要告诉你 我一直在找一个我可以真心真意去爱的女人 我发现我找到了 你能嫁给我吗 甜甜 甜甜 你为什么就不可以试着勇敢一点去接受我呢 等等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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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点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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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图 周天 马上就是开工的时间了 她怎么还不来 我告诉你 最好别让我白走 孙淼淼她今天还敢迟到啊 她不敢 那才怪呢 孙淼淼是谁呀 那是真正的黄马褂 由我们广告副总监撑腰 她什么不敢呀 骂也不行 吵就更不行了 我看 我们韩上的规矩 但是她 给坏了 陆总监 别说我不道义 我的时间表拍得可是满满的 这次带我来补拍 我完全是看在韩主编的份上 她来的 上次让我等了两个多小时 这次让我多等一分钟 我可不干 少安无早 少安无早 我今天可是有三条广告要拍呀 如果孙淼淼迟到的话 着急的应该是我呀 陆明 如果他今天敢再迟到一秒钟 就麻烦你跟他解约吧 周恬 周恬 陆明这次没机会了吧 好 开工 好了 开工吧 再加一点点 不不不不 不 还没按着拍呢 颜色都不对呀 这么看没问题吧 它是光一打 钻石一放 出来的效果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看来还是他们对调酒不在行 那怎么办 没办法喽 只能请一个专业的调酒师过来喽 鹰子 我们要拍的就是 朗尔斯设计的跟欧洲同步发布的最前沿的钻石石品 我把这次图片呢叫做《百变风情》 我想用鸡尾酒渐变的色彩 和清透的金属质感 来衬托出钻石设计的不可思议 我的要求就是 酒一定要配得上钻石 怎么样 鹰子 就看你了 有没有食物 让我看看食物 当然有了 来 附订命 你最近怎么也不去画室找我玩啊 现在是工作时间了 下班再说啊 有没有食物 你不能给你要墨水 其他人都给人家 不可以 这次很正常 就是转型一会 你不想做 你 不会 我不想做 由浅到深 渐变的红色 代表成熟女性的生动迷人 这颗新鲜的樱桃 代表笑脸的吊坠 这杯酒我叫它郁金香 怎么样 非常棒 是不是应该用 纯黑的天鹅绒做背景呢 好 去把天鹅绒拿过来 OK 陆总监 富特加调和雪碧 冰块里再加几片柠檬片 正好配那个钻表 柠檬片 冰块 真的很形象 陆总监 我的工作还能过关吗 你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 小美 准备拍钻石手表 好 马上来 陆总监 钻表不见了 不见了 钻表不见了 钻表不见了 不见了 不看了 抽屉 不看了 不看了 快看了 失一讯失戒啦 失戒啦 不看了 不看了 失戒 不接不了别话 刘伟姐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丢什么东西 让大家这么着急 本来呢 今天陆明准备 为Lawrence的钻石手表 做一组光影流年的报告 我们大家什么都准备好了 可是现在手表不见了 我们现在大家怀疑 有内股 手表不见了 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人心隔肚皮 没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陆总监 不好意思 我一会儿有点事 我想我能不能先走了 Lawrence 麻烦你再挡一会儿 我们现在就打电话 给广告公司 叫他们再送过一款手表来 好吧 你稍等一下啊 我这就答了 你别答了 广告商是我的客户 你要我怎么交代 现在丢的是钻石手表啊 这事传出去 以后谁敢把产品 交给我们拍啊 这 可现在耽误之机 是要完成拍摄任务 错 耽误之机找我的手表 陆总监 我想请问你 在拍摄期间 没有外人来过我们公司 所以我断定这件事情 一定是公司内部人干的 你的意思是 有内贼 你说会不会是 好了好了大家安静 陆明 在你拍摄期间 到底有谁来过你的摄影棚 没什么人 就我淼淼英子 还有几个工作人员 对了 还有莫名莫奇 我们只是来拿发文件而已的 对对对 一份文件 要两个人一起来拿吗 你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莫奇 您助理 我们只是来看一下钻石手表而已 别看了 马上就走了呀 是啊 对 这一点我可以帮他们证明 那好 在你们两个人脱港期间 会不会有外人溜进我们公司呢 这 比如说这位 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你吧 他叫英子 是我请来的调酒师 调酒师 陆明 我们这儿不是酒吧 也不是公共场合 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来的 我们要调酒师来杂志社干嘛呀 时轩 我请你尊重我的朋友 算了陆明 那好 既然这样的话 我请你们在座的各位 把你们的手带打开 把东西拿出来 让我检查一下可以吗 不行 我们也没有偷东西 干嘛给你检查 你没偷东西你怕我检查干什么呀 你 你只是在怀疑我们的人格 既然这样 那我去叫保安了 等等 您助理 你口口声声地说 这件事情传出去会影响公司的声誉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么做 对公司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公司都不能信任我们的员工的话 你叫员工如何来信任我们的公司呢 那现在钻石手表丢了 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老明啊 你再仔细地好好地想想 是不是你忘记把手表放在哪儿了 怎么可能呢 我把手表一直都放在那个桌子上 好 蠻多谢 蠻多谢 陈能 什么 陈帅长回来了 天哪 他什么时候又回来了 怎么样 够闪吧 够闪 社长 闪得我眼睛都快瞎了 果然是你 你干什么 不完了 陈社长 把表还给我 别捣乱了 谁给你捣乱了 我正在干正事 你这叫正事啊 付钱 有些人才付钱的 一天就知道拍照片 不像我 正在研究 这块手表的时尚衣 陈社长 这块是女士手表 真的是女士手表 现在不流行混搭吗 我这 就是混搭呀 天呀 谁来给我给我吧 我倒是觉得 陈社长说得很对呀 你们看哈 眼下周兴峰十分的流行 说不定像陈社长这种 男士佩戴女士手表 会成为一种时尚新生象呢 嗯 说得对 不愧是我带出来的学生 我讲的就是这意思吗 周天 你不是在开玩笑吗